12月14日晚7点20分 内地歌坛一歌顺男写全新传辑 旅途献身长出国有贵 完美高音让全场热力四射 则现场即使看到顺男一身休闲重瓣 头发四足 连续演唱了旅途迫不及待 幸福牵手迷人岛等多首新专辑中的歌曲 嗨爆全场 就了解一项以高亢生线著唱的顺男 和长春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2003年他在内地的首场演唱会 就是在长春举行 并且大获成功 这次再来长春 他带来了精心打造的全新传辑旅途 想再次呈现给长春歌迷一个全新的顺男 顺男称 这张两年磨一剑的唱片 以音乐行者为主题 承担着他出道十几年的心路历程 把自己经历过的东西 经历过的所有的 一些故事 感动 开心的 不开心 都能够用一些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方式 给他记住下来 因为经历过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 因为一生中 所有的经历是你最保护的财富 希望我这个音乐 这一段也是我最保护的财富 唱完新专辑中的歌曲 在现场歌迷的强烈要求笑 那又演唱了 风望北吹 不见不杀 拯救 你快回来 等多首成年曲 有相反复纠缠 我无法共产 心中要日生 你总算互开 你快回来 一天真正重来 你快回来 生命一地而精彩 你快回来 把我个思念带回来 也跟我的心 哦 走不到来 孙南高框而深浅的演唱 仿佛如时光穿梭般 把观众带回到当年曾经的感动 打动了现场近1500余名歌迷 据了解 孙南是中国内地乐坛 最具死力男歌手之一 被歌迷推称为 内地乐坛一歌 1990年 凭借首张个人专辑 弯弯的月亮 唱红大江南北